這條是2014的Core第四條 這條Core第四條是Unit A 這條是在考慮Database Database說明的桌子叫Student 之後就有五個不同的桌子 詳情的問題就告訴你 接著我們看看第一條 第一條是Mr.Chan沒有帶香港的身份證 沒有利用香港的身份證 做Lock in ID 問你為什麼 這個應該是問一個無限次的 答案是什麼 詩人 詩人的什麼 Piracy Piracy只答了個名字 其實應該是私人的什麼 資料 英文叫什麼 私人 Piracy 即是私家 正式 Personal 這是Personal Data 為什麼要說明 香港ID Card Number 是Personal Data 或者有人說Private 也對的 Private Information 那就中了 不過我想問問 他說Why not explain briefly 剛才大家回答的時候 好像回答了一件事 是不是 所以記住 他說如果寫Private 私人 或者Personal Data 是有問題的 OK 原來最好的方法是什麼 他問你為什麼 你應該回答 HKID Card Number 他說是Personal Data 這樣才會 沒有陷阱 或者拿不到分 OK 記住這段 可以嗎 好 到下面 他說 如果大家利用了Email Address 用來做什麼 Lock on ID 問你為什麼 他最終是用了它 用來做Longing Account 現在你發覺很多網站 都用了Email Address OK 待會再說更遠 現在我想回答這條問題 為什麼會用Email去做呢 對了 原來最重要的字 就是Unit 不過你說Unit 又有暗容的 隨時不給你分 雖然 多少分呢 看不看得到 一分 三分 三格 就是每樣一分 所以你理論上 就這樣回答Unit 都給你分 但是萬一這個是兩分 就未必了 那你要回答好一點 回答好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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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回答 回答 不對 你仍然圍著Unit去回答 應該回答什麼 什麼是Unit 對 Email Address 是Unit OK 這樣才對 不是一分的 就是萬一如果要兩分的話 有機會可能作答多一點 就是納一兩分 都是那個字 都是那句 不要就這樣寫個key word OK 即是又是大家 Law formula Fast convenient cheap 那些 死得了 好 到下面 第三 他說 Mr. Chen should not use class and class number as a composite key 哇 這個字 糟糕了 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個字 應該是 Module A 裡面的人學的 你在Data Base 從來沒有學過 他只是用什麼 去令學生知道 Composite Mexy學過 Mexy學過 為什麼 或者Camp學過 合成 合成 那就是說什麼 將class and class number 合成 那有沒有這樣的key field key field 大家學過 合成的key field 沒有學過 不過他當 如果兩個combine 你應該懂 OK 行不行 我想問 combine之後 那個key field 例如 可以給個例子 例如 陳芝晴 你那個 combine key field 將會變成什麼 6H 2號 2號 是02 6H02 那是個key field 去identify 那個record 他問你 Why law Expense briefly Why law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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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用 因為連連轉 對 因為連連轉 是不是 好 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Model answer Model answer 但我不說了 其實就告訴你 Model answer 他問 Because class and class number will be update every year 那你覺得你中不中 中眼 中眼 是嗎 連連轉 所以呢 或者你再加一句 因為它連連轉 所以它是 不什麼 不unit 因為記住 圍著的key field key field 必須要做什麼 unit identify record 你做不到 就不是key field 有沒有問題 沒有 這是part A 好 part B part B 就是 剛才是說data base 其實是很少可的 之前幾年 unit A 基本上沒有data base 但是這條 暫時三分 送給data base 下面也是給data base 下面 因為是第二版 下面這個 總共有五分 所以當大家 做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一些比較差一點的同學 你要得分制 不是失分制 所以你看一看 這個應該有多少分 看完再做 那這個沒有寫分 下頁才有 這個五分 五分有三部分 那你就要想一下 咦 有個2字 就是這裏有兩分 這裏有五分 那這個 這裏有兩分 這裏一行 那怎麼辦 一分 跟著 那就是前面的一部分 應該有多少分 兩分 好 跟著 心裡面記住 有兩分 你想一下 那兩分 應該會怎麼比 而你有想到 而你又做到的話 應該立硬的 好 首先你知不知他想做什麼 看一條問題 問題就已經告訴你 想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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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找出 根據這個sicle command 去找出 所以 其實它只有一個table 是不是拿上去 都是上面的四個資料 這樣就照做 那但是 它要出的東西 只是出哪兩個 C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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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username 那所以 如果你真的公開考試 正在做的話 那我建議大家 就會用一下 這樣的方法做 那方法是什麼 呢 先出一支筆 這裡 出一支筆 現在是Cast And username 那就是說 你一定是出這裏 和出username 這個 那是不是照抄呢 肯定不是 應該怎麼做 後面哪樣東西最重要 是order by什麼 class 接著 focus在這邊 它後面有沒有再寫東西 沒有 沒有寫東西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ascending ascending ascending是什麼意思 細至大 那麼就看這裏 全部都一開頭的 哪個最小 A 跟著呢 B 跟著C 但是很怕人家說 有兩個B 那怎麼辦 是啊 跟原本次序 因此當你做公開考試的時候 千萬不要寫東西 應該在這裏 做什麼呢 寫四個數目字 1 2 3 4 誰是1 第三個 第三個 誰寫1 2呢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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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了有什麼用的呢 在那裏炒 怕大家炒錯 OK 我想問第一行應該寫什麼 什麼 Pawking Wang 什麼 等一下 Pawking Wang 對不對 公開考試 這裏是比較寬鬆的 OK 比較寬鬆 你想不想寫一個 username呢 你 你想不想寫Cast呢 其實 在公開考試 你不寫是OK的 但是如果真正在DataBase 其實它會送給你的 所以最安全的做法 是Cast 先寫 先寫 接著就是username 接著呢 再好一點 你就直接整個Table 就不要讓自己 整死自己 整個Table 那第一個Cast 是什麼 其實都知道的啦 1A啦 1B啦 接著還有一個是1B 接著最後就是1C OK 接著後面的第一個答案是什麼 何 K Wen 接著第二個是什麼 W P T 第三個就是FHK 最後一個就是CCY OK 好 做完了 你不知道你對不對 我想問 如果你是Marker 你應該覺得 什麼東西給分的呢 記住 現在是2分 2分 什麼東西給分呢 是 首先有人說 排對order 哪些order呢 就是 1A 1B 1C 那些 排好 對 原來這樣 就是這樣 掃下來 如果 對 的話 就有多少分呢 1分 這麼大把 還有1分 你猜它給什麼 Cast Cast 有沒有排對order 就是 Cast 行先 先指到 username 這是第二分 可以嗎 這樣就有2分 有沒有人有問題 所以 其實不難的 你明白它說什麼 慢慢做 千萬不要發雞蠻 抄錯隔離 這樣應該不會死 OK 那我沒事了 這樣搞定 好 下一頁 下一頁 繼續 它說 Of the password is the 4 records which one is the most secure 什麼意思呢 看回剛才這個 這裡 有那麼多個Password 誰是最安全 最保險的呢 第三個 第三個 需要不需要解釋 不用 為什麼不用 一分 一行 它沒有問你 但如果萬一 它問你 你為什麼要答什麼 對 最Complicated Complicated 用來做什麼 英文 要破解別人的密碼 英文字 用什麼字 Crad Crad 是的 Difficult to crack 或者什麼呢 Difficult to guess or try OK 例如這些 OK 這是附加的 看看它會不會問你 這個其實是送的 很多人都肯定對 不過 照抄 抄得對才有快分 就是它這麼古靈精怪的密碼 你要抄得對 好 下面 它說 給一個好的密碼 應該有兩個principle 不是例子 不是example 給兩個principle 下去 是會good password 有一個又說兩個 為什麼三行呢 怎樣 我鬼知道你那句有多長嗎 它要足夠位置給你 因此如果你的答案是超過三行的話 你肯定會有些問題 OK 不會有那麼長的 其實兩行已經足夠 你覺得 應該答案是什麼呢 首先第一個principle 有人答是longer password 就是longer password 有沒有 什麼 什麼 對 對 要有number 要有character 要有symbol 要有symbol 這樣就會更加好 對嗎 還有 原來這些字還有大世界的 好 今天要再讀回答案 答案 答案是什麼呢 就是should be long enough 大家答中 最好是什麼呢 principle 你知道什麼字嗎 什麼principle 原來你的答案 原來你的答案 要寫 have eight characters or more OK 可以嗎 可以嗎 聽不到 聽不到 不是一定八個 現在不知道八個了 可以再多些 OK 不是一定 第二是什麼呢 最好是什麼呢 就是 contained characters and numbers 剛才大家答了 有文字有數字 還有第三是什麼呢 還有第三個 猜猜是什麼 千萬不要叫你用那些做密碼 是 電話號碼 人名 是 電話號碼人名 為什麼 這些是什麼 什麼密碼來的 公開 還有為什麼你會選擇它做密碼呢 異記 異記 那就糟糕了 所以這個modern answer是什麼呢 sould not be well-known information well-known information it means that easy to guess 例如我老婆什麼時候生日 我老婆的電話號碼 那些是密碼 那就糟糕了 隨時被人猜中 一個一分 OK 好 到part C Mr.Chang 就export 就是去 偶回這些資料出來 因為他是放在 Database 放在這個桌子上 不過 export去哪裡呢 就是export去 spatch sheets 或者excel 跟著是unauthorized person 即是沒有給權限 他的 他access了這個file 他問你 How can Mr.Chang Protect the data Give two methods 我想問 Protect the data and give two methods 其實這個要回答幾項 兩項 兩項 有三項 Protect the data How 跟著 Give two methods 你要回答幾項 就是兩項 是的 所以原來這個要回答兩項 就是用兩個方法 每個方法都做到什麼呢 Protect the data 兩份 麻煩 建議 encrypt encrypt With password With password 還有沒有 用e E SERP 用e SERP 不知道什麼 是不是 E SERP E SERP 好 那怎麼辦呢 其實大家都 像層層的了 有四個答案 答案是什麼 第一個 Enable the password protected attribute of the spreadsheet file 對的 原來 spreadsheet裡面 有得保護的 Protect 打入之後 可以保護別人 看得不改得 甚至乎 看的時候 也有Password 大家答中一個 第二個 是什麼呢 就說 encrypt 也是其中一個答案 encrypt the file with a key loaned by Mr. Chang only 所以 有人答encrypt 都不夠的 你encrypt之後 告訴他 最好用他的鍵 OK 這是在用file encrypt 另外還有兩個 第一個 第一個是什麼 就是enforce the access right control 就是上午所說的 ACL 即是說 這個Excel file 你可以加一個 permission 就是 先生才能看得 學生不能看 這個叫ACL SS control list 好 最後一個是什麼 store the file 現在是secure portable storage device 就是什麼意思 加密了的手指 加密了的手指 或者加密了的hard disk 放在裡面 它破解了才能進去看 行不行 當然 大家其實答的兩個答案 是最普遍的答案 OK 好 最後一個部分 部分 部分 看不到 Eash 答案不對 為什麼不適合Eash Eash 是 是 答案 Eash 證明你的身份 不是用來做這樣的事情 是用來認證的 Eash 行不行 Eash是認證的 OK 行不行 不是用來做保安的 好 到D了 D了 Mr. Chang 又來了 他就加一個 Extra 的Fill 叫做C Name 猜到是什麼 Chinese Name 中文名 加進去 然後 放在裡面 是攝題目 加進去之後 他就問你 哪個曲 最好 是一定 等一下 千萬不要 一想 一定有些曲 是不是呢 你看一下 名字 這些人 有沒有中文名字 看上去 有 應該加一個中文名 就是肯定中文字 而這些中文字 是否只有繁體 會不會是簡體 還是會不會是其他呢 有人說 Unicode 就比較穩陣 誰知道它是簡體字 還是用簡體字 就當繁體字用嗎 不知道 所以最安全的做法 是用什麼的呢 就是Unicode OK 不過 原來呢 是剛才的確挺正的 未必有一定特定的答案 它寫著什麼呢 justify your answer 就是說你up完了之後 麻煩給證據 去support你 如果你support得對 而又沒有破綻 那怎麼辦 給分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是一個 答題技巧來的 首先Unicode 肯定是對的 但是答案是什麼呢 解釋 啊 justify 你選了Unicode 你如何support你的論據呢 所以 這個 我用Chinese 用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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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Tradition 也可以 Simplified 也可以 好 另一個答案 就是GB code 原來我選了GB code 原來我選了GB code 原來我選了GB code 那你就justify 麻煩 要令到你有分 你選了GB code 也要有分 你的解釋是怎樣做的呢 哦 但是 從來沒有告訴你 它是Simplified 它是Simplified Chinese 即是GB 都是這樣 Simplified 怎樣 不過其實呢 我覺得呢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答案 出現呢 可能那一年很多人 答了GB code 原來GB code 和Big 5 code 是同一個解釋的 你會否發覺 它們兩者有些特性的 有什麼特別呢 這兩個 GP就出簡體 Big 5呢 繁體 兩者都只可以出 一種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答對 Store rate 小一點 是啊 原來那一年 是有個Modanser 是這樣答的 不過當然 當然 我教大家 當然不要走這麼高風險的事情 當然是Uni code 對吧 當然 你回答的時候 回答到走投無路的 那你也要回答 這些就是省位 那為什麼要省位呢 不是 為什麼要省位呢 為什麼要省位呢 方便點聲音 嘩 慘了方便點聲音 現在這麼高速 記住 目標是什麼呢 要盡量令到Database 不要這麼臃腫 越小 越多資料 但是Database 越小的話 有什麼好處 對 access time 短一點 找得快一點 明白嗎 所以為什麼 大學會有一些課程 要讀Database 隨便什麼東西 丟掉就可以了 不是的 要怎樣優化Database 這些就是這些 好 最後一部分 他說 Mr.Chang利用了一個 文件工程 去印刷 然後送給學生 去告訴他們 他們的 訊息 然後 提供他的帳 他問你 用什麼方法 去做這些 看完了嗎 對 對 就是今早說了 你發覺 不看答案 你都未必知道 那你就糟糕了 原來他擺明 條路是說什麼的 你知道兩行多一點嗎 最重要是哪些字 不是 不是 都不是 都不是 Word process 用了 Lock-in information 為什麼 Lock-in information 為什麼呢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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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答案 因為怕他用Lock-in information 是 所以原來 首先是Word Processor 原來裡面有一個功能 做什麼的呢 可以出一個letter 每個人都不同的 即是我的Lock-in name 是S.B.Wong 你那個可能是 C.K.Chang 假設 OK 這樣的話 我沒有可能把所有人的 username和密碼出來 每個人都不同的 那我的功能叫什麼呢 Mail Merge 不過我想問 你答Mail Merge有多少分呢 1分 為什麼1分 就是要問你的Word 不是 不是 是因為這裡有2分 是有2分 OK 可以 上面1分 下面1分 所以只有1分 那是不是只答Mail Merge 就中了呢 可以試一下 可以試一下 那我照讀回答案給你聽 就是 compound a temporary letter and a student data file and do mail merge 那我其實就是 那我怎麼說答案給你聽呢 如果答Mail Merge 中不中呢 如果1分問題 而他問你 an effective way an efficient way 是中了的 不過當然他的Model answer 他寫長一點 免得訓練到大家 只得一個Keyword 不過當然你要安全起見 就麻煩 答長一點 OK 有什麼問題 這裡 那 這條就結束了 可以幫你幫忙嗎 可以幫忙嗎